本期应许小伙妈要求把这两个装面合二为一 Go 先入一块这种假皮放在眼镜档 画出大概的轮廓 位置要比眼镜大一点点 然后剪刀把它剪出来 剪的时候可以沿着红线的边缘剪 剪完棉签占零花乳胶点出在眼睛周围 距住和眼睛保持一定的距离 防止零花乳胶流入眼睛内 然后沾接假皮 遮盖住眼镜 为了示防止后面的操作误伤害眼镜 在假皮边缘粘贴零花乳胶 加固假皮 使其粘贴的更为牢固 在假皮上点出一些棉花 形状可以随意点 棉花上点出零花乳胶 棉花干后上色点出雪浆是不是就有这个效果 哈个题外话 还爱上尘才最终的幕后文是谁 继续本期的教程 在干后的棉花上点出零花乳胶 然后把之前做好的眼球粘贴在眼镜上 这期的视频是18年9月15号这一期 有兴趣观看的小伙伴还仅翻阅 棉签棉签棉花乳胶 粘贴在眼球根处的红毛线西丝上 点出零花乳胶的过程 手不能放开 热绒颗粒做的眼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然后放上车一下 零花乳胶干了 手再放开 现在需要这种两个假皮 做上下眼皮的效果 先在眼镜上点出一点零花乳胶 在假皮上也涂抹 把假皮层中对折折合在一起 一边要比另一边突出一点 然后粘贴在眼皮上 多余的地方可以用剪刀修剪一下 上眼皮和上面一样的粘贴方法 在假皮边缘处点出零花乳胶加固作用 为了过渡一下边缘和皮肤之间的缝隙 干后净装 粉不轻轻的按压 然后美妆蛋蛋出场 好 紧就肉脑的美妆蛋蛋 不行了 这个太大了 换个这种三角海绵点出分离吧 分离的面积可以涂抹的大一点 脸上的其他地方也稍微过渡一下 然后现在拿出小肉肉的假睫毛 把它修剪一下 两边去头 把假睫毛的长度也修剪一下 我本身的睫毛没有这么长 对着自己的另一只眼睛睫毛修剪 然后把它粘贴在眼睛上 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粘贴假睫毛 我再顺手 粘贴好 调整一下睫毛的弧度 睫毛夹就不用了 我怕夹到了肉 怎么样呢 这个睫毛粘呢 然后开始上色 先沾深红色在眼睛内色 其他的地方不用点涂深红色 点涂深红色为了加持眼睛内部的深度效果 深红色上完之后上红色 眼睛周围也需要涂抹到 做眼睛周围红种的效果 然后上一点黄色 少量的点涂 涂抹在红色的周围 比刷点涂后可以用手指都晕染一下 随属个人习惯 再上一点点紫色 点涂方法也是和黄色的一样 点涂晕染 少量的点涂 在眼睛内部涂抹雪茄膏 眼睛内部都需要涂抹到 内部涂抹完 涂抹眼球根出的红毛线上 眼球上也需要涂抹雪茄膏 雪茄膏不能涂得太多 怕省省不够就尴尬了 涂抹眠占雪茄做最后的调整 在眼睛周围点涂 做最后的效果运染 眼睛下方不要忘了点涂雪茄 放几滴雪茄在眼睛处 让其自然地流下来 效果会比自己化得自然一些 眼球上点涂雪茄膏 展示防御 好了 本期的装便就完成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还请视频下方评论留言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对了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卸妆 化妆三小时卸妆三整钟 后终于又重见光明了 拜拜